民主主席柯文哲遭到侦办金华城案收押 那么妻子陈佩奇呢 在昨天她是接受媒体的专访 直接直求对决 回应了遭爆料的这个神秘保险箱 一次ATM洗钱还有买商办等等的争议 她也公布了买商办的交易明细表 那陈佩奇她在专访中针对了商办问题 她就说她已经把那个商办的那个付款的证明 他们有一个履约的保证金专货 她说我都是他们时间到的时候通知我 我会把该有的价款他们分成三次付款 每一次该有的价款呢 我都把它付到这个履约的保证金的专户 那这4300万元我已经全部都把它给列出来了 都是柯文哲主席自己私有的账户里面弄出去的 那陈佩奇还指出说当然还有一些仲介的服务费 因为这个房子是经过某一家大仲介带去看的 跟那个什么样的什么老板的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关系 那她也不晓得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她只是一个找仲介 然后签约的时候才看到 是一对70到75岁的兄弟 他们联合持有了40几年 因为老了想要分家卖掉 那陈佩奇他也说 民众党规定选举补助款是个人得到三分之二 当时呢这个会计啊或许呢 他这个出纳救急哦 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就一直跟主席讲说 要赶快提供你的账户 我要赶快把这个事情把它交办完成 因为既然是党的一个规定 那后来现在也觉得说使用台坡大楼的办公室的基金会啊 协会之后可以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地方去 那陈佩奇他也说了仲介是他找来的 这个是住家旁边的一个仲介 就在家里的对面 一个路边的一个仲介公司 他就走进去了大概是三四月吧 那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他本身忧郁症发作 需要有一些活动 正好有一些机会帮先生看个 可以让他办公的地方 可以让民众党有一个办公室 那陈佩奇还指出说 柯文哲就说商办可以当做办公室 他说众望基金会啊 新故乡基金会啊 希望这两个也可以搬过去 跟他一起办公 因为这两个设在党部也是有一点奇怪 所以他选择一个靠近立法院 然后早期也是因为人家说他寄生立法院 所以他才讲说在立法院附近 立委就可以来这边开会 也是蛮方便的这样子 那对于为什么用柯文哲的个人名义买呢 陈佩奇就回答了 或许他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而且呢他也不太知道 他那个时候只有跟陈佩奇说 他要买个商办 陈佩奇就去买了 也没有说应该要避免 一律用党的名字买 那那个时候党的规定 就是补助款三分之二是给个人的 也已经进到账户了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思虑不周 这个呢也是要对党很抱歉的事情 那现在也是有开始委托律师 去处理这个商办的后续的一些事宜 他们会找出一个最适合处理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商办 那陈佩奇他昨天也提供了媒体 4300万元商办的 这个嫁金履约保证专户的资金明细表 他就表示说了购置商办的裁员呢 都是2024年 柯文哲个人选举补助款 当时分别汇入柯文哲的合作金库 第一银行富邦银行三个账号 那购置商办的金额就是从这三个账号分次汇出来的 柯文哲现在是卷入了金华城弊案嘛 所以检方还在持续的追这些不明的金流 那陈佩奇昨天他已经秀出了所有现金来源的整理表格 并且表示说从父亲过世至今有较大的金流 家家种种呢总共是1628万元 这一些都有跟检方交代清楚 那过程当中陈佩奇也谈到他自己的儿女 说他们现在都不敢回家 气宿被检方抄家灭族搞到家破人亡 他认为我刚刚讲的那个是更改政治 我只是说每一个都是有贡献的 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家金钱的来源 我想这个没有这是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是一个我的薪大部分是薪水跟主席去演讲通告费赚来的 我们没有更改什么样的证词 那你说有车马费跟出席费有演讲费 这个我也有讲我并没有更改什么样的证词 我说这个都是包含我们家的金流里面的一部分 60次600万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周关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他应该要跟我讲说 他是从哪一天哪一年的哪一个月算到哪一年的哪个月 那如果说他那个六年来讲就是说六百万 那一年一百万我想也是在一个人合理的一个赠予的额度里面 那如果说一年去ATM十次 我是相信说一般人不会知道说你去年去了ATM几次 那如果说照他这个平均来讲就是说 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比如说他说我一年去ATM存款十次 假设这个样子 他就把其中的两次拿来跟金华城的什么便当会跟通过连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访问大家就是说 那剩下的八次呢 你要兜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还觉得说不应该就是说 你把那其中你抓到那两次时间点很对的 你就把它应关上去 那你每一次都包我看你要应关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要证据讲话 不是他想要做连接 他就去做不当的连接 那连接不起来他就不讲了 那陈佩琪昨天他开记者会的 这时候秀出金流 其中有一笔啊 说是柯文哲2018年竞选台北市长时的选举补助款 当时1700多万元扣掉了抵押房贷的钱 结余是230万元 不过这一番话马上被前幕僚柯玉安给打脸了 柯玉安他就在他的社群上发文表示说 当年选完呢其实还倒亏60万元 那柯玉安他就贴出当时的新闻连接 要陈佩琪下次开记者会之前 先来问问他这位近半员工才能够避免这种将近300万元的金流落差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来看一下陈佩琪 他公开账户明细说明科家的金流 好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金流呢 就是来自陈佩琪妈妈的账货 这里提到说 2016年他的父亲过世之后 母亲继承了父亲的财产 那每个月年金收入从2017年到2024年 一共提535万 好再来就是陈佩琪的薪资账户加上过去的存款 这边是说507加上21万 好再来第三个2018年的选举结余 这个刚刚有提到嘛 他算出来之后是230万嘛 那验票律师费他说原本保留350万 不过最后呢只有使用到150万 好再来就是柯文哲他过去当医生的时候 他的薪资存款 这边是171万 好再来第五点看到的是2023年 柯文哲他的演讲啊 还有通告费 加财呢大概是60多万元 他说这个是有税务资料去可以查到 而且过去几年呢 一直都有这些现金进来 好最后呢就是一些少量的车马费啊 出席费 亲友的红包这些 大约累积是100万左右 所以2016年至今 陈佩琪经手的入账金额 至少是来到了1628万 来到这么的多 那北柬现在也持续追查柯文哲金流嘛 11号他们是特别到了第一银行 调阅了保险箱的租用记录 好对此陈佩琪就直接表示说 总共呢有两个保险箱 而且都是他的 那里面除了有一些金氏玉器之外 还有个50万的现金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陈佩琪他随后也抱怨说 简连带他去开保险箱的时候 还特别交代他说 你不可以跟人家讲哦 但是没想到如今登上了媒体版面 其实那个保险箱是一个蛮古早的保险箱 我放的都是 就是爸爸妈妈在我结婚的时候 给我的一些金氏的嫁妆 还有婆婆送的一些玉器 他也喜欢送一些玉器 然后还有小孩子出生 有一些金锁片那些的东西 对就是放那些东西 但我不否认就是说 自从先生当了市长之后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现金 在里面以备不时之需 是几百万吗 金额多少 50万 50万 佩琪市我确认一下 所以说现在检票带走 那个一银的保险箱 是您的对吗 一银的是我的 所以只有一个保险箱 我有两个保险箱 那我都觉得说出事的话 我都会跟小孩子讲说 你们有50万50万可以当 紧急的生活费用 两个保险箱各50万 对对是 所以一银带走的那个里面 应该是50万左右 对对是 我昨天去开的时候 他特别交代我说 你们不可以跟媒体讲 对但是今天来的时候 甚至来你们媒体突然问我这个 后来我的律师就跟你讲说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跟你讲的才对吧 怎么会你跟我们讲说 不要跟媒体讲 那我不晓晓今天你们媒体 应该从哪里得知 陈佩琪在昨天对外公布了 金首的金流明细 大概是1628万元 他强调说这些钱都是正当清白的钱 那对于全提款动作呢 和洗钱画上等号也让他感到非常的压抑 但是粉砖谁比正更有力就质疑 查询柯文哲在财产申报中 并没有申报珠宝以及现金的部分 恐怕有申报不实之嫌 那网友也直呼说 一直讲一直错保持安静 是不是真的很难呢 那前立委郭正亮也认为说了 陈佩琪应该要像前总统蔡英文一样闪到第二线 蔡英文的房企是陈其脉代为解说 记者会也是陈其脉开的 这会有个缓冲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XR 以3 VA W 6 3 1 4 6 6 7 7 12 7 9 感谢观看